联合国秘书长在发言中表示 多边合作是联合国的核心 是联合国的存在理由和指导愿景 当前多边体系正承受着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处于历史高位 因意外或误判而引发冲突的风险也是如此 他表示当前迫切需要有效的多边应对措施 来预防和解决冲突 管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挽救可持续发展目标 应对全球挑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当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正在经历深刻危机 某些国家企图利用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来取代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他指责美国破坏多边主义 摧毁全球化 以各种理由搞集团对抗 破坏联合国作用 拉夫罗夫强调 西方国家应该尊重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 不能允许少数西方国家代表全人类 此次安理会的辩论由轮值主席国俄罗斯发起 除了安理会的理事国之外 还有超过30个国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央视记者徐德志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